安装教程 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解智能锁的安装方法 打开包装后里面所有的配件有 前面板组件,前面板胶垫,后面板组件,后面板胶垫,底板,锁蛇,螺丝30毫米乘3,螺丝35毫米乘1,螺丝30毫米乘4,螺丝25毫米乘4,螺丝5毫米乘3,钥匙,开孔图纸乘1,满瓷组件乘1 安装锁体,引上螺丝 锁体的缺口要朝下 连接管有三根短的一根长的,长的连接管安装在前面板的上面 短的连接管安装在前面板的下面 用钳子拧紧 安装前面板胶垫 如果锁势锁开门,镇动片要打横安进去 如果锁势又开门,镇动片要打竹弯进去 安装前面板 安装底板胶垫 安装底板 拧上螺丝 将门磁线从胶垫穿过去 如果开门方向在右,要把中间红色标点调到R 如果开门方向在左,则把中间红色标点调到L 右下角的按钮也要移动到跟红顶一样的方向 将前面板线和门磁线与后面板连接好 将终于一个线塞入门缝里 拧上螺丝 装上电池 盖上电池盖 测试锁功能 门磁自动上锁 安装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